我們這門課程 從Excel VBA自動化到Python程式 開發這邊後面有加個入門 那入門主要因為 Python他的難易度 相差會非常遙遠 因為他能夠做到的 做到的 的這個領域可以用到領域其實非常的廣泛 不是只有單單大數據分析上面應用 其實他甚至還可以拿來架佔 物聯網上面也可以直接在任何裝置上面可以寫 像一些那個什麼現在樹莓板上面也可以只要裝dinus 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開發 但是最早那個什麼 這個一個叫 Punk的一個 他20幾年前就有Punk 那上面其實就有Python了 就是你只要很小的裝置物聯網上面都可以直接把Python程式放上去 那這個這一點當然是VBA沒辦法辦到的 因為VBA的話他有一些限制 VBA 充其量 他最大的優勢就在Excel 但是他最大的缺點就是他只能在Excel OK 那如果跳出去的話 他就沒轍了 所以很多人說 老師 PBA 能不能寫App 很抱歉 不行 那Python能不能寫App Python可以寫App 他可以拿來寫App OK 那就是他的應用啦 所以 各有他的優缺點 你不是說呢 今天好像什麼都是 最強的 我不是 就像說我自己如果 比如說我自己 自己交那個 交VBA 我就說 VBA最強 他是無敵的 不可能吧 他總有他弱點 那Python有什麼優點呢 因為呢 第一個 他是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的話呢 其實自由軟體當然不等於免費軟體啦 不過基本上你非盈利的情況下是免費的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 所有的廠商 都加進來了 不管Google也好啦 不管是那個 臉書Facebook也好 或者是像 那個Yama遜 或者是一些大公司 因為他免費嘛 所以大家都加進來 那他會有很多的套件 本來不行的 他會結合一些套件 可以幫你實踐你可能需要的 要做的事情 甚至Python也可以去結合什麼 結合VBA 結合那個Exale 裡面的資料 你也可以去抓Exale裡面 來做 大數據分析 甚至抓網路上的資料也是他的強項 OK 所以Python能用到什麼程度 其實你舉凡生活上的應用 甚至 像很多的機器人 你也可以用那個Python 去做一個 程式上的撰寫 太多的 應用面 不過呢 這個是指的是後面的 前面當然你要怎麼樣 第一個 所以今天我們 可能要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如何把環境 有沒有 你至少開發環境嘛 那要怎麼開始 這件事情先 先準備好 然後面的話呢 再來按部就班 了解 怎麼樣 針對這個 Python的語言特性 做學習 那其實不管任何的程式語言 大概 不就是幾個階段 第一個 你要了解 變數 的資料形態 那 VBA裡面我們前面的程式 其實 他的一個好處 不需要宣告 那其實這一點 在Python 他也有類似的 類似的做法 他其實有些地方 也可以不宣告 不過你可能要負以值 比如說 A等於2 B等於3 你如果把2加3 把它print出來的話 比如說你可以把2加 就是A加B的結果 丟到一個什麼 一個sum的一個變數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print出來 你該怎麼做 OK 類似像這樣 在VBA可以做啦 在 Python一樣可以做 所以第一個你可能要 了解什麼 了解 一個變數的資料形態 比如說他裡面是放一個 那個數字呢 那這個數字又分 有小數點沒小數點 第二個是放文字 那文字的話呢 他裡面 不過文字這部分可能有點問題 因為Python有2點X的版本 跟3點X的版本 那這個文字的使用方式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後面我們還在講 另外還有像什麼 日期的處理啦 所以變數的資料形態 再來就邏輯 比如說我們要判斷 如果哪個數字大於 小於 等於的話 該怎麼做 那邏輯裡面還有分成 交集and 跟偶爾的邏輯判斷 那還有什麼呢 邏輯裡面還有分 一重 兩重 多重 這個以前在VBA裡面呢 我們也講過 那觀念上都是 都是沒有 太大的差別 只是那個語法上面 會不太一樣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也會做一些練習 比如說做邏輯 像我們以前VBA有一題是 判斷那個成績 他如果大於 80分以上 是 A 70分 B 再來 C 再來 D 如果說我今天 如何撰寫一個 在Python裡面撰寫一個程式 假如我輸入一個成績 他幫我判斷結果 到底是 ABCD 類似簡單 這樣的程式 該怎麼撰寫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其實很多東西啦 同樣在VBA可以實作 怎麼樣把它轉移到 Python也可以實作 如果你兩邊都可以相通的話 以後 你可以針對 可能 比較 他那個 強 強 長處 去做程式的撰寫 再來可能就是在 回圈嘛 我們 在VBA用最多是 4回圈啦 不過其實他有個 Doify回圈 那在 Python裡面呢 也有同樣的 回圈 就是重複 執行 另外的話呢 當什麼條件要跳離 或者是說 等等的相關的 控制 該怎麼做 後面也會跟各位做說明 那再來後面還會再提到 比如跟資料庫有關係 因為大量的資料進來 你要怎麼放 放在哪裡 所以有個 其實在 VBA裡面叫正列 可是呢 在Python裡面叫List List 怎麼 它有個Dictionary 比如可以放 類似像 Jackson檔 key value 哪個key 哪個value 哪個key 那這樣的資料要怎麼放 在Python裡面有Dictionary 那其實可以 主要這樣操作完之後 慢慢你熟悉 你就可以比較 處理大量的數據 就比較沒有問題 OK 我們按部就班來學習 那各位也不用擔心 其實這 有點像一個旅程 反正我們的目的 在那裡 你就慢慢慢慢的 你總要慢慢 一個一個過關吧 過了之後 你慢慢 就會抵達你的目的地 去欣賞你要欣賞的風景 不過這個過程 你就是盡量我剛剛講過啦 你就是 輕鬆 愉快 然後放下身段 然後呢 就是像一個小朋友一樣啦 很好奇的 趕快去test OK 那 這個第一個 底下的話呢 大概我們會有這些相關 剛提過的 可能 今天的話 不過我這個課程因為我們有 雖然是18週啦 不過第 最後一周 就是要 大家 最後一周記得 第18週呢 各位要 教一些作品 教作業啦 當然也不要有壓力 因為 這東西其實每個人程度 我想一代 不太一樣 有的同學程度很好的 那有些程度可能不是那麼好 你可以量力而為 然後最後你有個目標 就是你做一個小作品出來 至於要什麼樣的形態 我想你可以慢慢去思考 像裡面我們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入門跟進階 入門的話呢 大概 就是從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 建置Python的開發環境開始 這個環境要怎麼開發 然後去裝哪些東西 才可以在 你的電腦裡面開始寫 寫這個Python 那另外 其實這個開發環境裡面 今天會先做 因為 那開發環境裡面還牽涉到很多問題 像 VBA的好處是怎麼樣 Excel打開 開發環境設定 VBA就有了 就這麼簡單 但是呢 Python 就是沒那麼簡單 相對麻煩 這也是什麼 因為它是自由軟體 不自由軟體 你第一個聽就是免費 免費是好嗎 對啊不一定 對不對 那 Excel 這是商用軟體 商用軟體 就不好嗎 就十二不赦嗎 對不對 就 要跟你收錢就不對嗎 不過我覺得換個角度看 因為他跟你收了錢 收錢要辦事嘛 他真的幫你弄好 所以你可以享受什麼 什麼事都不管 打開就有 因為你有付一點費用 但自由軟體是 因為你自由嘛 自由意思是說你都可以嘛 意思是什麼都不可以嘛 對不對 自由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啦 這是 沒有絕對的啦 但是你就要知道說 自由軟體 因為他沒有跟你收任何費用 所以很多事情你都要自己去把它創出來 那這個創的過程喔 就是價值啦 就是 你免費嘛 所以基本上 你就這個東西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Python有 兩個版本 一個是 2.x的版本 一個是 大概現在2.7啦 然後另外的3的版本 現在好像3.5 那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理論上還是用新的比較好 用舊的當然是相容於以前的程式 可是用新的的話 當然未來我想應該都會用新的 不太會用舊的 所以 兩者會有一些差異 至於我想哪些差異啦 我想書裡面有提到啦 或者網路上有提到 你們可以再找找看 那 後面如果我們有帶到的話 我也會特別強調 哪些是他的差異點 不過理論上 基本的東西都一樣啦 只有後面比較新的東西啦 所以理論上 我們 即便現在用2.x或3.x的 感覺 感覺不出來 不過你們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說 他有提供給你環境 不過那個環境 你知道嗎 就跟記事本一樣 你要在記事本裡面打程式 然後呢 他也可以執行 可是如果錯了 他也不會跟 他會只有一個訊息告訴你而已 現在開發環境很不好 相對於VBA的話 非常的陽春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辦呢 必須要 創一個 比較OK的環境 可是你要創一個OK的環境 不太容易 像微軟那個Visio Studio 也有支援Python 可是光要把那個Visio Studio 環境安裝起來 那就是一個很浩大的工程 Visio Studio 所以 這邊的話呢 我在想說有沒有什麼 比較好的開發的環境 像以前我們學Java的時候 用到一個什麼Eclipse 如果以前有學過Java 應該有 那Eclipse 能不能來寫Python呢 當然可以啊 而且Eclipse這個環境 他其實操作起來 還蠻方便的 而且可以做專案管理 然後呢 除錯的話 他會告訴你哪裡 哪裡出錯 他可以設中斷點 所以呢 這裡的話呢 我們會把那個 開發環境這個地方 把那個Eclipse 把它帶進來 不過怎麼做啦 我想 各位不用擔心啦 我會把它 弄好 甚至網路上 可以放一個懶人包啦 反正你中間都不會 沒關係啦 下載解壓說 執行起來 設定好 就可以開工了啦 剛剛那個過程 我還是會跟你講啦 只是說 那個 這些 有一些東西的話 慢慢在 底下的話 基本 語法 所以我剛剛講過那個 基本語法裡面呢 包含就是說呢 像那個資料形態啦 變數的相關訊息啦 還有結構 結構控制的話呢 當然就是像那個 回圈 不不不跟著 那個if 一重兩重多重 還有 and or的相關的 然後回圈啦 資料結構 函式 這個函式指的 就跟VBA裡面那個 制定函數 就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有些函數 如果 在Python裡面沒有 你可以自己寫出來 可以制定函式 制定函數 其實 名稱不一樣 但意思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 方選啦 OK 然後 檔案處理 資料庫處理 那其實檔案跟那個 資料庫 這個部分 VBA絕對是強項 為什麼 因為 所有的檔案 都在Excel裡面 VBA跟Excel VBA寫好直接可以存取Excel 裡面的檔案 本身就不用再開檔 Excel就在那裡 資料庫的話呢 VBA也是直接把 那個什麼 直接把Excel當資料庫就好了 但是 Python沒有 所以變成怎麼樣 你必須要 透過外部開啟檔案 把檔案開起來 把裡面資料叫出來 再放到那個Python裡面做處理 那這個部分是Python 我覺得比較弱的一點 資料庫就是一個問題 資料庫因為Excel裡面 就可以當資料庫 直接存資料 也可以刪資料 也可以拿資料 等等的 但是Python的話怎麼辦 他可以透過一個 外部的資料庫 外部資料庫 最常用的 像什麼 買seql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過一般 比較簡單也許啊 可以用什麼seqlite seqlite跟那個 以前我們學過那個 Android 城市開發裡面的 那個seqlite 到底是一樣的 也可以暫時存資料 也可以把資料拿出來 OK 不過這個難度相對的 會比VBA 來的更加的困難 我們按部就班 那底下進階的話 就是一些實作 比如說怎麼樣利用那個Python 來幫你去開啟網路的連結 然後把資料全部抓回來 抓回來之後要幹嘛呢 要做分析嘛 分析完之後 結果要放哪裡 放資料庫嘛 對不對 你可以放myseql嘛 myseql還可以跟VBA 共用嘛 對不對 那兩邊其實可以相同 像上學期我們最後 那個 春翔有分享了 就是R也可以放myseql嘛 Python也可以放myseql嘛 那VBA也可以放myseql嘛 那這樣子不管你用哪個工具 資料都會到myseql 這樣不就很好 而且Android Android也可以直接就手機吧 iPhone也可以放myseql 所以這之間都會全部串在一起啊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跨領域的 OK 大概是這樣 那後面有很多 像在處理什麼 Eseql 像Python這部分就很麻煩 就是 他還是要額外再用一個套件 才可以去把那個 Eseql開起來 所以這個慢慢我們一步一步來了 大概知道一下 如果你安排 我不會安排 還要不要安排 我不會安排 我不會安排